听到陆辰的话后 李清柔哼笑了一声 随后直接将手中的书信递给了陆辰 不过陆辰却并没有接过书信 他笑着说道 我说了 我还是相信你们的 这是你们师尊给你们的书信 我怎么能看 李清柔微微扭头 意味深长地看了陆辰一眼 你变得越来越虚伪了 明明心里就很想看 你若是不想知道信中的内容 你也不会来 说到这里 李清柔直接将书信里面的内容 告诉了陆辰 师尊在信中告诉我们 弥仙宗的宗主 想把本宫和云婉当作是卢顶 他怕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后 弥仙宗宗主会对我们出手 让我们找个地方躲起来 一辈子不要再露面 听到李清柔这话 陆辰微微愣了一下 武云婉和李清柔 好歹也是弥仙宗的弟子 而且 他们两个还是一个长老的清传弟子 做宗主的 居然打算将他们两个 作为卢顶 弥仙宗的宗主 怕不是一个魔修 不过话说回来 武云婉和李清柔身上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为什么弥仙宗的宗主 不选择别人做卢顶 偏偏对他们两个这么感兴趣 应该不仅仅只是 因为他们长得漂亮 他们一定有特殊的地方 比如有什么特殊的体质 这样才会让弥仙宗的宗主 对他们有想法吧 陆辰随后看了一眼 武云婉和李清柔 发现他们两个更新后的资料 和以前差不多 系统也没有说 他们两个身上 拥有什么特殊的体质 既然没有用特殊的体质 那弥仙宗的宗主 惦记着他们两个做什么 难不成弥仙宗的宗主 也是一个好色之徒 算了 想这些也没有意义 此时陆辰的爪子 在李清柔的身上游走着 一边乱来一边说道 居然有人惦记 我的娘子 那我到时候 可要好好会会 弥仙宗的宗主 说到这里 陆辰的目光 落到了地上跪着的 那几个弥仙宗的女弟子身上 清柔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们几个 听到陆辰这话 那几个弥仙宗的女弟子 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连忙将头趴下来 李清柔说道 他们是本宫师尊的人 本宫打算将他们留下来做侍女 陛下觉得如何 虽然李清柔是没打算 要他们的性命 但是皇宫毕竟是陆辰的皇宫 他还是不能够做主的 陆辰没有立刻回答 他扫了一眼这些人的忠诚度 这几个女子的忠诚度都特别高 最低的都有八十 留在皇宫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陆辰想了一下后说道 可以 见陆辰同意了 几个女弟子一口同声地说道 谢陛下 谢礼贵妃 武贵妃 随后陆辰说道 好了 你们先退下吧 弥仙宗的几个女弟子 随即起身说道 是 陛下 紧接着 在锦衣卫士兵的带领下 几个弥仙宗的女弟子 暂时离开了院子 等他们走后 抱着孩子的五云碗开口问道 陛下 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后 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们 先给我们师尊写一封信 尝试着拉拢他 在五云碗看来 他们两个的师尊 虽然也是有立场的 但是弥仙宗在迷雾世界的时候 无恶不作 早就已经让苏寒烟感到厌倦了 若是能够将苏寒烟 给拉到天臣世界 拉到大夏王朝这一边来 大夏王朝不仅少了一个强敌 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战力 虽然苏寒烟的实力 没有韩元凯强 但是想要拖住韩元凯 还是没有问题的 听到五云碗的话后 陆辰想了一下 随后说道 你们师尊会答应你们来这边 李清柔说道 这个说不准 他早就看不惯迷仙宗的做法 只不过他一直在迷雾世界 没有地方可去 陆辰说道 就算他看不惯迷仙宗 他应该也不会那么轻易 就背叛迷仙宗 迷仙宗目前是迷雾世界 最强大的势力 对于他来说 留在迷仙宗的好处 比离开迷仙宗要多得多 五云碗正要说什么 陆辰继续说道 不过 你们可以先试试 先让他产生 离开迷仙宗的想法 等他看到我的仙周之后 或许在战场上 就主动倒戈了 听到陆辰的话后 五云碗说道 那我就先替师尊 谢谢陛下了 陆辰笑着说道 道什么谢 你们是我的娘子 既然他是你们的师尊 那也就是我的师尊 听到陆辰这话 五云碗和李清柔心里一颤 他们总感觉 陆辰这话怪怪的 一想到陆辰自己的师尊 如今都已经被陆辰给 吃干抹尽 他们就怀疑 陆辰是不是对他们的师尊 也产生了想法 而且 他们师尊的容貌 确实也十分漂亮 整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仙气 若是让陆辰看到了他 搞不好最后 他也会成为陆辰的女人 就在陆辰打算 继续说什么的时候 院子门口 又来了一个女性 锦衣卫士兵 陛下 有新的消息 是迷雾世界来的 听到这话 陆辰随即对李清柔 和五云碗说道 两位娘子 我还有事 就不继续陪你们了 五云碗说道 陛下去忙吧 陆辰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随即一个疑心幻影 直接前往了御书房 陆辰来到御书房时 秦玉山和几个万仙宗的弟子 已经在等待了 见到陆辰突然出现后 众人连忙行礼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陆辰淡淡地说道 免礼 迷雾世界的情况如何了 万仙宗的弟子 立刻拿出一封信 递给陆辰 陛下 这是宗主给您的信 如今迷雾世界的势力 都已经臣服三大势力 现在三大势力 形成了新的对抗 陆辰接过万仙宗弟子 手上的信件 打开里面的信 认真地看了起来 看到姬红文在信中写的内容 陆辰陷入了沉思 三大势力 完成了对迷雾世界的瓜分 这好像也不错 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后 只要解决了迷先宗和灵狐门 那些依附于这两大势力的势力 自然也就投降了 到时候会少很多的麻烦 当然 通常来说 势力越多 对天臣世界 对大夏王朝来说 就越有利 因为势力越多 其中的利益纠纷就越多 那时候 大夏王朝可以利用 各个势力之间的矛盾 进行挑拨离间 不过 一切阴谋诡计的前提 都是因为自身的实力不足 没有办法直接解决敌人 只要等大夏王朝 拥有了能够横推敌人的实力 大夏就不需要使用那些手段 迷雾世界的禁止 还有几年才会消失 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 发展符文武器 他也有足够的时间提升实力 陆辰现在已经是造化镜三重 按照他现在的实力提升速度 不到一年的时间 能够突破到阴阳境 五年的时间 他完全有可能突破到万法境 陆辰想了想后 对秦玉山和灵魂门的弟子说道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众人异口同声说道 属下告退 随即秦玉山他们离开了御书房 陆辰来到御书房的座位坐着 问系统道 系统 什么时候处于情肚子里面的子世界 才能够孕育成熟 系统回答道 按照现在的孕育速度 不出两年时间便能够成熟 陆辰问道 我能够提前打听一下 孕育子世界奖励的是什么东西吗 系统回答道 宿主还请耐心等待 线系统不愿意说 陆辰也懒得问了 两年时间也不算太长 就等等吧 时光飞逝 接下来的时间陆辰 每天都和妻妾们在后宫里面修炼 陆辰也不知道 从长远来看 用这种修炼方法有没有坏处 不过就目前来说 这种双修之法 能够帮助他迅速提升修位 几个月后 白青青的房间 白青青静静静地躺在床上 等待着孩子的出世 他过去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这个被从小培养的影位 夏皇的工具 有一天也能够有夫君 并且为自己的男人生育子嗣 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翘无声息地出现在床边 房间里面等待的产婆和丫鬟们 连忙跪下行李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陆辰恩了一声 起来吧 话音落下 陆辰就坐到了床边上 握住白青青的御手 面带笑容说道 小白 你快做母亲了 开心吗 白青青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回陛下 开心 看到白青青这副表情 陆辰扑呲一声又笑了出来 白青青还真是一如既往 这也不怪白青青 白青青从小就被培养成了一个 没有感情的工具 即便成为陆辰的女人后 她除了在和陆辰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感到娇羞之外 也很少露出其他的表情 陆辰抬起另外一只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白青青的御荣 白青青这时候 情不自禁地 抬起自己的御手 握住了陆辰抚摸她脸颊的大手 然后双眼注视着陆辰的双眸 陛下 谢谢 听到白青青的道谢 陆辰微微愣了一下 就在这时候 白青青嘴角微微上扬 眼睛微微闭上 露出了一副温柔的笑脸 白青青的笑容如同春风一般 让人感觉十分舒服 陆辰一时间都看呆了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 白青青这个冰美人露出这样的笑容 就在陆辰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突然见白青青柳眉一皱 陆辰瞬间反应过来 立刻给白青青输入生命之力 随着婴儿的哭声 在房间里面哇哇作响 陆辰因为系统奖励 而造的最后一个孩子终于出事 系统升级后 她和妻妾们只需要孕育子世界 她也就没有必要为了奖励 而去生孩子 当然 若是她的某个妻妾想要孩子了 她也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系统说生孩子 要被分走气韵和血脉之力 尽管她现在感受不到这两样东西 但是她内心还是有些忌惮 陆辰抱着怀中的婴儿 仔仔细细打量了起来 她到现在都想不通 这孩子看起来挺普通的 为什么系统说生孩子 会分走气韵和血脉之力 神武大帝的血脉 有这么特殊 那神武大帝 自己生了这么多的孩子 岂不是也被分走了气韵和血脉之力 就在陆辰这么想的时候 系统提示音想了起来 宿主的猜想没错 神武大帝确实因为子嗣 被分走了气韵和血脉之力 他之所以会繁衍子嗣 是因为他大限将至 他需要新的夺舍之躯 来规避宇宙法则 听到系统的话后 陆辰心里问道 按理说我前世都已经被神武大帝杀了 我已经转世投胎 为何我还具备和神武大帝一样的血脉 系统回答道 因为宿主的灵魂 被神武大帝囚禁在魂珠里面 而魂珠里面带有神武大帝的精血 宿主这副身体 是由神武大帝的精血孕育而来 陆辰继续问道 我娘亲孕育我的时候 应该是用了这一世我父皇的精血吧 那我那个父皇扮演了什么角色 系统回答 夏皇的精血之势帮助你塑造了肉身 而你的身体里面依旧流淌的是大帝精血 听到系统的回答 陆辰顿时感觉 这一世他的那个父皇是真惨 就好像是现代的老实人一样 陆辰继续问道 那若是有一天我强大到 能够舍弃这具肉身的时候 是不是就能够不受神武大帝的血脉影响 可以随便生孩子了 系统回答道 宿主只有突破大帝境 才能够完全摆脱神武大帝血脉的影响 在得到系统肯定的答复后 陆辰心里就放心了 虽然他现在可能不想生孩子 但是他的妻妾之中 还有很多都没有子嗣 万一哪天他们想要孩子了 而自己又要受到神武大帝血脉的影响 没办法要子嗣 那岂不是含了他们心 只要能够摆脱神武大帝的血脉影响就行 就在陆辰走神的时候 白轻轻的声音传来 陛下 您能够赐孩子一个名字吗 听到这话 陆辰回过神来 他面带笑容说道 他以后就叫陆星辉吧 星辉代表着新的光辉 新的荣耀 寓意着新的开始带来的辉煌 这是在系统的驱使下 造的最后一个孩子 以后就是新的开始 陆辰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搞清楚 系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 并且 他也会摆脱系统的控制 陆辰这时候 瞄了一眼自己的右边 系统提示框显示 奖励已经发放 随即陆辰将孩子放到了白轻轻的怀中 白轻轻接过孩子后 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那是母亲看孩子时 才会露出的慈爱的笑容 陆辰这时候对白轻轻说道 小白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你用回春手帮灰儿强化一下身体吧 白轻轻说道 切身知道了 陛下去忙吧 陆辰随即一个疑心幻影 离开了原地 来到了御书房 进入御书房 陆辰便打开了系统界面 恭喜宿主获得一个子嗣 奖励圣辉战甲一千套 看到这个奖励 陆辰微愣了一下 战甲 不是试列 不知道圣辉战甲有什么用 陆辰继续点击了一下圣辉战甲 想要看看圣辉战甲的具体作用 圣辉战甲 玄街护甲 穿戴此战甲 实力最多可以提升一个大境界 并可以抵御大多数的攻击 看到圣辉战甲的作用后 陆辰心里想到 若是将这一千套圣辉战甲 给天人镜的修饰穿戴 那岂不是他就等于是拥有了 一千个造化镜强者 没有想到 这最后一个孩子 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好的奖励 当然 他现在并没有一千个天人镜手下 只有迷雾世界的静置消失后 万仙宗的天人镜弟子 进入天成世界 他这一千套圣辉战甲 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 陨日世界 云烟宗 山巅之上 一个一袭白衣的女子 眺望着远处的阁楼 女子容貌绝美如画 气质清冷孤傲 就如同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这时候 女子身体突然一颤 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 女子冰冷的脸上 瞬间浮现出一抹红韵 随即她的脸上 充满了愤怒的神情 感电于本尊刺身的清白 本尊要将你碎尸万段 随即女子施展追踪之术 试图寻找到刺身的具体位置 然而就在这时候 她和刺身的联系 再次断开了 柳青韵柳眉微咒 她有些难以理解 到底是什么力量 切断了她和刺身的联系 她如今已经是半圣 只要她的分身没有离开本宇宙 无论处在什么世界 她应该都能够感知到 柳青韵沉思片刻后 立刻传音云烟宗所有人 所有长老 结束闭关 放下手上的任务 立刻前往青云殿 本尊有重要的任务公布 传音完后 柳青韵冷冷地说道 无论是什么人 敢囚禁本尊的刺身 将本尊的刺身当作是炉顶 本尊必将诛杀 虽然她没有确定刺身的位置 但是通过刚才短暂感知 她知道了 自己刺身位于一个 名为天成世界的世界 不知道具体坐标 那就派人去找 只要是在本宇宙 就一定能够找到 一百年 一千年 一万年 十万年 她都要找到天成世界 找到那个囚禁她 刺身当作炉顶的恶徒 在她看来 她之所以会和自己的刺身 断开联系 一定是那个囚禁刺身的恶徒 害怕她这个主身找过去 所以 使用了某种秘书 切断了她和刺身的联系 不过无所谓了 她已经知道了 她的刺身在天成世界 只要找到天成世界 她便亲自前往天成世界 亲手处理那个恶徒 对方竟然害怕 自己这个主身找过去 那就证明 那个人的实力 并不是特别强 两年后 风云殿内 陆成正在斗自己的几个孩子 突然间 外面天地变色 原本万里晴空 瞬间黑了下来 这时候 一个丫鬟急冲冲地 来到风云殿 陛下 不好了 楚贵妃她 丫鬟话还没有说完 陆成就直接原地消失了 下一刻 她便出现在 楚雨晴的寝宫 这两年来 陆成一直都比较在意 楚雨晴的情况 系统说 孕育子世界 和孕育孩子不一样 孕育子世界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陆成就一直盼望着 楚雨晴体内的子世界 能够早点成熟 她很想要看看 系统子世界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自己又能够 从子世界得到什么 丫鬟一说 楚雨晴出了什么事 陆成就感觉 是不是子世界要成熟了 所以 第一世界 就来到了楚雨晴的寝宫 查看楚雨晴的情况 此时的楚雨晴躺在床上 整个人脸色苍白 陆成连忙来到床边 然后给她灌输生命灵力 过了片刻之后 楚雨晴这才好受了一些 楚雨晴缓过来后 有气无力地说道 尘儿 谢谢你 陆成直接问道 楚一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楚雨晴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 哪里不舒服 就是刚刚感觉 自己的灵魂 好像被剥离了一样 听到这话 陆成连忙对系统说道 系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孕育体内小世界 对我的器械没有影响吗 那她怎么会有这种感受 系统提示音随即响起 恭喜宿主和妻妾 孕育第一个子世界 奖励圣气时空镜 看到这次获得的奖励 不是某个势力 陆成二话没说 立刻点开时空镜的介绍 查看这个时空镜 有什么作用 时空镜 圣气 能够沟通任何一个世界 和其他世界的人 面对面交流 当使用者实力达到万法进时 可以通过时空镜一时 降临其他世界 看到时空镜的作用 陆成愣了一下 有了时空镜 自己岂不是就能够 直接和黑龙圣地取得联系了 到时候 她就能够提前做出一些安排 想到这里 陆成随即拿出时空镜 然后对系统说道 系统 我可以通过时空镜 和黑龙圣地的人取得联系吗 系统回答道 宿主之需要将灵力灌输 进入时空镜 便会明白 如何使用时空镜 陆成没有犹豫 直接将自己的灵力 灌输进入时空镜 下一刻 时空镜散发出紫色的光芒 随后脱离陆成的手 漂浮到了空中 射出一道紫光穿过了陆成的额头 进入陆成的大脑 陆成瞬间明白了 时空镜的操控方法 只需要她一个念想 时空镜便能够自动 检索本宇宙所有的世界 并且寻找找到她 想要联系的人 难怪是圣气 这个功能太强大了 看到空中漂浮的时空镜 陆成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使用圣气联系 黑龙圣地的手下了 随即陆成不停地 给时空镜灌输灵力 时空镜虽然功能很强大 但是 对于现在的陆成来说 使用起来还是有些吃力 毕竟是圣气 需要的灵力非常多 陆成差点就被时空镜给吸干了 不过 好在陆成体内的灵力 快要耗尽的时候 时空镜总算是 找到了天元世界 并且投射出了 黑龙圣地的景象 此时此刻 黑龙圣地 圣主大殿内 殷正夜正在听取 一位长老的汇报 听到长老说陆杨华 也派人去玄月宫 让玄月宫公主 交出天神世界的星图坐标 殷正夜就陷入了沉思 他并不知道 陆阳华和陆成的关系 但是他总感觉 这个陆阳华 不仅仅只是 为了一个先灵之体 那么简单 陆阳华在天元世界的时候 成长得非常快 只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天元世界 最强大的存在 黑龙圣地 不同于天元世界的 其他势力 他们对天元世界 以外的世界 有所了解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陆阳华具体的身份 但是他们也能够猜得到 陆阳华 很可能是来自某个皇朝 殷正夜很清楚 他们的主上 也来自某个皇朝 并且也姓陆 陆阳华和他们主上 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陆阳华一个 这么强大的存在 若是知道了 天成世界的位置 会不会给陆成 带来什么麻烦 就在殷正夜沉思的时候 他突然产生了一种 被窥视的感觉 这种感觉 让他感觉非常熟悉 不过他第一时间 还是警惕了起来 什么人 下一刻 一个人影 就出现在大殿之中 人影有些模糊 但是殷正夜 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陆成 看到是陆成 殷正夜欣喜若狂 回过神来后 他猛地跪倒在地上 大殿中的长老和其他人 也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恭迎主上回归 陆成淡淡地说道 起来吧 众人起身后 殷正夜激动地说道 主上 您终于回来了 我们找了您一千多年 听到这话 陆成愣了一下 在他看来 黑龙圣地 就是系统奖励给自己的势力 他并不知道 黑龙圣地 和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陆成咳嗽了一声 随即说道 朕如今 是天成世界的皇帝 朕在通过一件特殊法宝 和你们对话 时间紧 朕就不说废话了 你们要尽快找到 天成世界的位置 派人来天成世界 殷正夜立刻说道 主上 我们已经有天成世界的消息 玄月宫的弟子 发现了天成世界 只要玄月宫 愿意交出天成世界的 星途坐标 我们便很快就被 能够派人来天成世界 听到殷正夜说起玄月宫 陆成立刻就想到了云仙仙 看样子 玄月宫确实是 已经派人来天成世界 寻找云仙仙了 只不过 可能他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 使得玄月宫的人 没有进入天成世界 但既然玄月宫的人 已经发现了天成世界 那要不了多久 天成世界就要面对玄月宫 也不知道 第一批来天成世界的 玄月宫弟子实力如何 若是实力太过于强大 恐怕到时候 他真得带着自己的妻妾们 乘坐仙舟 逃离天成世界 想到这里 陆成说道 立刻打探一下 看玄月宫的人 抵达天成世界需要多久 以及首批发现 天成世界的玄月宫弟子 实力怎么样 殷正夜行礼说道 是 主上 陆成想了想 问道 你们知不知道一些 关于陆阳华的动向 听到这个问题 殷正夜心里一正 他们刚才还在揣测 陆阳华和他们主上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他们还有些担心 陆阳华会给 他们主上带来麻烦 现在 他们主上主动问到了这个人 那就说明 他们主上和这个陆阳华 确实是有什么关系的 只不过是敌是有 就不一定了 殷正夜立刻说道 回主上 我们最近确实有一些 关于陆阳华的消息 陆阳华得知玄月宫 知道天成世界的坐标后 就逼迫玄月宫 交出天成世界的星图坐标 听到殷正夜这话 陆成眉头一皱 他不确定 陆阳华是冲云仙仙去的 还是说陆阳华已经知道 他也在天成世界 所以想要派人 来找他的麻烦 总之 这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现陆成没有说话 皱着眉头 殷正夜就知道 这个陆阳华和陆成 是敌对关系了 殷正夜随即说道 主上 我们一定想办法 拖住陆阳华 不让他 殷正夜话学没有说完 陆成就打断说道 不用了 陆阳华是大帝之子 手上掌握着很多力量 黑龙圣地 还是以保存实力为主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和陆阳华产生冲突 黑龙圣地 是系统送给陆成的势力 陆成可不希望 在自己都还没有用到黑龙圣地 黑龙圣地就被陆阳华 这个大帝之子给灭了 听到陆成这么说 殷正夜随即说道 是 属下明白了 陆成继续说道 对了 陆阳华如今还在天原世界吗 殷正夜回答道 陆阳华突破到化神境后 就离开了天原世界 不过 他在天原世界 创建了一个神武王朝 现在天原世界的各方势力 都归神武王朝管理 陆成心里想到 看来陆阳华 已经回到了前原世界 回到了神月皇朝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陆阳华一个大帝之子 回到了神月皇朝 那就意味着 他能够调动的资源更多了 若是陆阳华 真的想要找他的麻烦的话 到时候 随便派一些 稍微厉害一点的势力来 他都招架不住 不行 不能够坐以待毙 现在还是要让殷正夜 抓紧时间 派人来天成世界 陆成说道 你们想办法 在陆阳华的人 抵达天成世界之前 派人来天成世界 殷正夜说道 是 主上 陆成继续说道 另外 朕已经创建王朝 今后你们 就不要称呼正主上了 殷正夜瞬间明白了 陆成的意思 立刻改口说道 是 陛下 在殷正夜他们看来 像他们主上 这么厉害的人 肯定不知是 想要创建一个世俗王朝 这么简单 他们主上创建王朝的 目的大概率 是为了创建一个皇朝 在本宇宙空间的位置 越来越挤的情况下 要创建一个皇朝 就要面对其他皇朝的围攻 这对于任何一个 新兴的皇朝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 新兴皇朝不能够移上来 就自称是皇朝 除非他们 想要自取灭亡 此刻 陆成的身影 已经开始闪烁 陆成身体里面的灵力 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陆成赶紧说道 朕的灵力快要耗尽了 今天就先这样 陆成的话刚说完 陆成的身体投影 就原地消失了 看到再次变得 空荡荡的大殿 殷正夜和几个长老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回过神来后 殷正夜立刻说道 不行 不能够再继续等了 本作要亲自前往玄岳宫 找玄岳宫宫 主要天臣世界的坐标 如果继续这么等下去 恐怕陆阳华派的人 就在他们之前 抵达了天臣世界 这对于他们主上来说 非常危险 他们必须要赶紧派人过去 将他们主上保护起来 想到这里 殷正夜直接朝着大殿外面走去 本来他一开始 是让人递了败帖 想要献一面玄岳宫的公主 结果玄岳宫的公主 一直没有回殷 既没有拒绝 也没有同意 楚雨晴躺在床上 看着陆成刚才 对着镜子说的那些话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他好歹也是神武皇后的次身 拥有神武皇后大部分的记忆 自然也能够看出 那个镜子的不凡 只是他有些想不通 这种镜子 应该不会出现在试炼的世界吧 而且 神武皇后将陆成的一些修炼资源 都给扣了下来 就算陆成的修炼资源里面 有这个镜子 他的主身也绝对不允许这个镜子 出现在这个世界的 一个能够沟通其他世界的镜子 这样的灵气 必然已经超越了天阶 陆成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 这么一件法宝 陆成回过神来后 将时空镜给收了起来 他面带笑容对楚雨晴说道 楚仪 是我不对 刚才冷落了你 听到这话 楚雨晴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说道 尘儿 你不该在我的面前 使用那面镜子 虽然我的主身 已经斩断了和我的一切联系 并且也斩断了因果 但是 他依旧可以融合我的身体 若是有一天我落到了他的手上 他强行和我融合 他便能够知道 我的一切记忆 自然也会知道 你手上拥有这样的东西 陆成笑着说道 他要和你融合 就得来到你的面前对吧 不过他如今 想要离开神月皇朝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楚雨晴说道 他也可以派人 来将我抓回去 陆成说道 他若是真的想要抓你回去 也不可能斩断因果 在他看来 你这个刺身 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听到陆成这话 楚雨晴也没有继续 这个话题下去 陆成这时候 握住楚雨晴的手腕 关切地问道 楚一 你现在感觉身体如何了 听到陆成的关心 楚雨晴立刻感知了 一下自己的身体 发现他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已经没有刚才那种 灵魂离体的感觉 陆成此时再次在心里问系统 系统 刚才是怎么回事 为何楚雨晴身体会不舒服 他先前被时空镜吸引 差点忘了这事 系统也没有回答 他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楚雨晴的不适 系统回答道 楚雨晴已经孕育出了此世界 他现在是自己 子世界的世界之主 他的灵魂 可以随时进入自己的子世界 楚雨晴刚才就在 无意识的情况下 灵魂离体 进入了子世界 听到这话 陆成愣了一下 楚雨晴这时候 面带微笑对陆成说道 陈儿 我已经没事了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楚雨晴感觉 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而且 他的实力好像又提升了 现在已经到了天人五重 在天尘世界 这个灵气浓度这么低的世界 能够在两年时间 修炼到天人五重 这修炼速度 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快了 陆成问道 楚雨 你就没有感觉身体 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 听到陆成这个问题 楚雨晴再次感知了 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随后说道 好像有些变化 我感觉我的神石 好像能够进入到 某个特别的空间了一样 就在楚雨晴话音落下 楚雨晴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发现 自己确实 能够感知到 某个奇特的世界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看到那个世界一片荒芜 不过在大地上 已经有一些植物帽间了 看起来已经有了生命 见楚雨晴 整个人愣住了 陆成问系统 系统 既然是我和七切 一起郁郁的紫世界 那我的神石 应该也能够 进入那个紫世界吧 系统回答道 自然可以 听到系统的回答后 陆成闭上了眼睛 也尝试着感受 楚雨晴体内的紫世界 很快 他就和楚雨晴一样 神石进入了紫世界 看到了荒芜大地上的 一株株帽头的绿色植物 没有想到 紫世界刚作孕育出来 就诞生了生命 不过现在 都只有植物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够诞生动物 就在这时候 两人的神石 似乎具象化了 双方都可以看到 彼此的身体 看到陆成 也进入了自己的紫世界 楚雨晴微微一愣 顿时感觉脸色有些发烫 根据他的记忆 修饰体内的小世界 是比较私密的地方 好像在没有自己 允许的情况下 只有自己的神石 能够进入吧 怎么陆成突然就进来了 陆成的突然出现 就给楚雨晴 一种怪怪的感觉 陆成这时候 扫了一眼楚雨晴的 具象化后的神石 笑着说道 奇儿 这就是我们 共同孕育的世界 以后我们 还要一起 孕育出更多的生命 争取让这个世界 充满生机 听到这话 楚雨晴的脸色更烫 更加的羞涩 看到美副 这副脸色发红 一脸羞涩的样子 陆成恨不得 现在就对他的神石下手 在他们一起孕育的 这个紫世界里面 来一场战斗 不过陆成 还是没有这么做 既然确定了 紫世界对自己的 妻妾眉 有任何伤害 他也就没有必要 继续待在这里面了 随后陆成一个念头 神石从楚雨晴的 紫世界里面出来 天元世界 玄月宫 身穿一袭白衣的 云青书 坐在公主大殿上 此时 一些长老 正在七嘴八舌地 讨论着什么 公主 云仙仙只不过是一个弟子 我们还是将他的坐标 交给陆阳华吧 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弟子 牺牲整个玄月宫啊 是啊 公主 如今陆阳华风头正盛 而且他手下 还有很多化神镜的强者 我们玄月宫 根本不可能是陆阳华的对手 还请公主三思啊 虽然云仙仙是您的清传弟子 但若是让玄月宫的弟子们知道 您为了您的清传弟子 牺牲整个玄月宫 他们一定会寒心的 听着在场众长老说的话 云青书脸色冷漠 没有一丝的表情波动 也没有愤怒的情绪 他早就料到了 这些长老们 一定会这么说 确实在这些长老看来 云仙仙只不过是他一个从小捡回来的弟子 和他幼梅有什么血缘关系 牺牲一下云仙仙也没有什么 只有云青书自己很清楚 云仙仙对于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虽然云仙仙身上没有他的血脉 但是云仙仙实际上是他的一缕分魂转世 也可以说是他的次身 他怎么可能让自己的次身给别人当炉顶 当然 如今云仙仙已经被一个恶徒破了身子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前往天成世界 亲自解决了这个恶徒 把他的次身给夺回来 见云青书迟迟没有说话 大殿中的长老们都开始着急了起来 在他们看来 若是云青书要死保云仙仙 不交出云仙仙的话 陆阳华一定会率兵攻打玄越宫 灭了玄越宫 他们可不想因为一个弟子 就葬送了性命 就在这时候 云青书冷冰冰地说道 告诉陆阳华 不用他派人去寻找天成世界 本尊会亲自前往天成世界带回云仙仙 听到云青书这话 在场的长老们都愣了一下 很快他们反应过来 他们玄以为是他们公主开窍了 打算亲自去将云仙仙给抓回来 然后向陆阳华献上云仙仙赔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玄越宫的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 就在众长老这么想的时候 一个弟子进入大殿 公主 黑龙圣地的圣主求见 他已经乘坐非洲 到了山门外面 听到这话 大殿内的众人一正 云青书也微微愣了一下 他前段时间 确实收到了黑龙圣地圣主的拜帖 不过他并没有理会 黑龙圣地在天原世界 也算是一个大势力 和各大势力都有着合作关系 黑龙圣地的那些长老 也经常来玄越宫 但是都是生意上的来往 玄越宫制造仙周的时候 黑龙圣地就帮了很大的忙 云青书认为 黑龙圣地的圣主来找自己 大概率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日常拜访 所以他干脆也就没有理会 作为天原世界 除了陆阳华创建的神武王朝之外 明面上最强大的势力 每年都有不少的势力领袖 想要来玄越宫走动走动 云青书也不是什么人都理会 哪怕是黑龙圣地的圣主 如果没有在拜帖里面说明来意 他也同样不会给面子 但是他拜帖都还没有回 黑龙圣地的圣主 就主动跑来了玄越宫 这显然是有什么事情 如果是日常拜访的话 黑龙圣地的圣主 应该不会这么直接 云青书想了一下后 扫了一眼大殿中的长老们 随即说道 既然有客人到来了 那这件事就讨论到这里 先迎接我们的客人 看看黑龙圣地 这次来拜访是为了什么事 说到这里 云先先缓缓起身 随即朝着大殿外面走去 黑龙圣地 好歹也是一个大势力 没来就算了 既然来了 那他这个做公主的亲自迎接一下 也是应该的 随后 云青书带领着玄越宫的重长老 来到大殿之外 迎接殷正夜 殷正夜在非洲上面 扫了一眼云青书他们后 便直接开口说道 云公主 本尊没有派人通知 就突然到访 实在不好意思 云青书直接问道 不知道阴圣主今日来玄越宫是 为了何事 阴正夜笑着说道 自然是有要事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本尊这个客人来玄越宫做客 云公主总不至于连山门 都不让本尊进吧 云青书随即手一挥 下一刻 玄越宫的阵法结界消失 阴正夜直接从非洲上面跳了下来 云青书淡淡地说道 阴圣主请 阴正夜也客气地说道 您也请 随后 玄越宫的众人 和阴正夜带来的一些长老 一起再次进入了公主大殿 等阴正夜落座之后 云青书再次开口问道 本尊听闻阴圣主 一向不喜欢出现在外人面前 痴迷于闭关修炼 今日为何会突然想着 来玄越宫做客 阴正夜说道 玄越宫和黑龙圣地 经常有来往 有合作 我们两大势力之间的关系 也算是和睦 本尊也就不怪歪抹脚了 本尊就直说了 本尊听闻 玄越宫一直在寻找一个 名为天成世界的世界 并且 你们玄越宫的弟子 已经发现了 这个世界所在的位置 恰好黑龙圣地 也在寻找这个世界 不知道云公主 愿不愿意降天成世界的 星途位置 也给我们一份 若是云公主 愿意给我们一份 天成的坐标 今后玄越宫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都可以找我们黑龙圣地 听到英正夜这话 在场玄越宫的人 都愣了一下 怎么除了陆阳华 对天成世界感兴趣 现在连黑龙圣地 这个一向低调的势力 都感兴趣了 天成世界 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 云青书面色冰冷地 看着英正夜问道 英圣主 本尊有些好奇 天成世界到底有什么东西 值得你们出卖 这么大一个人情 英正夜早就意料到了 云青书他们 肯定会问这个问题 毕竟黑龙圣地 都感兴趣的世界 说不准是有什么 珍贵的宝物什么的 黑龙圣地 越是看重天成世界的话 玄越宫 就越是不可能 将天成世界的坐标位置 交出来 英正夜随即笑着说道 也不怕诸位笑话 本尊早年和一个仙子 有过一段露水情缘 他离开本尊后 诞下一子 本尊通过一些特殊的方法 确定了全子 就在天成世界 所以 想要亲自去将他给接回来 听到英正夜这话 玄越宫的一众长老 顿时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 他们一直认为 英正夜是一个把心思 都放在修炼上 已经舍弃了一切 情爱的修炼狂 却没有想到 英正夜居然也有过 一段风流往事 不过英正夜说的 是不是真的 就不一定了 也可能天成世界 存在有什么宝贝 英正夜故意这么说 避免玄越宫的人怀疑 云青叔沉默了片刻后说道 本宫可以将天成世界的坐标 给黑龙胜地 听到这话 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玄越宫的长老 不理解为什么云青叔会这么轻易 就将坐标给别人 他先前还死活不肯将坐标给陆阳华 结果黑龙胜地的人一来 他就将天成世界的坐标 给了英正夜 英正夜他们 也同样没有料到 云青叔会答应的这么痛快 他们一开始 还以为云青叔会和他们讨价还价 结果这才刚开口 云青叔就答应了 答应得太快 英正夜都感觉 自己准备的那些画白准备了 英正夜回过神来后 笑着说道 那就多谢云公主了 不知道云公主有什么条件 云青叔淡淡地说道 黑龙胜地和玄越宫关系 一向比较好 这种小事 何足挂齿 云青叔就是想要知道 黑龙胜地去天成世界做什么 对于刚才英正夜说的 什么有子嗣在天成世界这种话 他自然是不相信的 既然黑龙胜地不肯说真话 即便自己拆穿了英正夜 继续追问 英正夜大概率也同样不会告诉 他黑龙胜地去天成世界真正的原因 所以问了也是白问 反正他到时候也会去天成世界 既然英正夜也要去 等到时候 英正夜到达了黑龙胜地 他们自然就知道 黑龙胜地去天成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了 如果天成世界真的有什么能够 让他动心的宝物 他也可以出手抢夺 放长线 才能够钓大鱼 听到云青叔的话后 英正夜笑着说道 这怎么能行 玄月公帮了本尊这么大一个忙 本尊理应感谢玄月公 云公主有什么条件 尽管说 云青叔直接拿出一个卷轴 扔向了英正夜 当卷轴飞到英正夜的面前后 云青叔说道 英圣主 玄月公能够找到天成世界 还多亏了黑龙胜地 协助玄月公制造了那些仙周 若是没有那些仙周 玄月公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找到天成世界 我们就当是扯平了 英正夜接过卷轴 打开一看 一瞬间房间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星空的图案 大殿内的众人 就彷彿置身于宇宙空间之中 英正夜扫了一眼天成世界的坐标位置后 便将卷轴收了起来 随后再次道谢说道 多谢云公主 若是日后有需要黑龙胜地的地方 云公主可以随时派人来黑龙胜地告诉本尊 说到这里 英正夜便起身了 本尊就不继续打扰云公主了 现英正夜这么着急 云青叔面色淡然地问道 英圣主就不怕本尊给你的星图坐标是假的 英正夜笑着回答说道 一个低等世界的坐标而已 云公主你不会这么看重 好了 本尊就先走了 等接回犬子 本尊必带着犬子登门道谢 说到这里 英正夜便转身带着黑龙胜地的那些长老们离开了大殿 等到黑龙胜地的人都离开后 大殿内的长老们纷纷开口 公主 为何您直接就将天成世界的地图给了黑龙胜地呀 公主 黑龙胜地这么想要天成世界的位置 肯定是因为天成世界有什么宝物呀 公主 您直接将天成世界的位置告诉黑龙胜地 岂不是等于将宝物拱手让人 是啊 公主 如果天成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黑龙胜地不可能对天成世界感兴趣 听到长老们说的那些话 云青书身上的寒气瞬间爆发 一时间 整个大殿都被冰封 下一刻 整个大殿都安静了下来 玄月宫的长老们也不敢再出口说话 所有人都一脸担忧地看着云青书 云青书这时候开口说道 天成世界若是真的有什么宝物 你们认为 阴正夜会将这种事情告诉玄月宫 即便天成世界真的存在什么宝物 也大概率隐藏极深 就算玄月宫派人去寻找 也未必能够找到 既然如此 为何不让黑龙胜地的人带路 让他们帮忙找到那件可能存在的宝物 听云青书这么一说 大殿中的长老们瞬间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公主是打算放长献掉大鱼 一时间 众长老顿时感觉无比的羞愧 他们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还以为云青书是真的降天成世界的坐标 白白送人了 云青书随后继续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 天成世界距离天原世界比较远 你们都下去准备一下 虽然他们弟子的消息 在第一时间就传回了天原世界 但是从他们弟子传回的星图来看 要到达天成世界 最起码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要前往天成的世界的人 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 都需要在仙洲上面度过了 确实需要多准备一下 在没有成为大地之前 空间依旧限制着他们 不过对于他们这种 拥有几千甚至上万年岁月的人来说 几十年的时间根本不算什么 有些人闭关一闭眼 就是一百年的时间 他们踏上仙洲后 只需要在房间里面闭关 等他们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或许就已经抵达天成世界了 听到云青书的话后 众长老也没有多想 随即他们起身 朝着云青书行了一个礼 然后便离开了大殿 看着那些长老离开的背影 云青书的脸色变得更加冰冷 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这时候 一个女人出现在云青书的身边 他递过来一份卷轴说道 公主 这上面都是和神武王朝有联系的长老 云青书接过卷轴扫了眼 便冷声说道 等本尊再回天元世界之时 便是你们祭祺之日 云青书一开始 是打算把背叛玄月宫的人 或者陆阳华安插的探子 都给找出来 然后直接把他们全部清理掉 杀鸡儆猴 但是他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因为他要亲自前往天成世界 这一走 需要几十年 甚至有可能一百多年才能够回来 若是提前将陆阳华安插在玄月宫的探子 都给清理了 很可能会惹怒陆阳华 并且会让陆阳华觉得 他根本就没有打算交出云先线 等他这么一走 陆阳华很可能就直接对玄月宫的其他人出手 灭了玄月宫 为了稳住陆阳华 最好还是装作没有看到 让那些人继续活着 反正最多也就一百多年的时间 这点时间 他还是等得起的 想到这里 云青叔直接将手上的卷轴收了起来 一个月后 前缘事件 金王封地 陆阳华正在修炼 忽然间 一个身影出现在他的修炼室 陆阳华依旧闭着眼睛 他弹幕地问道 什么事 手下回答道 大王 玄月宫并没有交出天成世界的坐标 反而降天成世界的坐标 给了黑龙圣地 听到这话 陆阳华愣了一下 他的眼睛缓缓睁开 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手下 陆阳华困惑地问道 玄月宫把天成世界的坐标 交给黑龙圣地做什么 手下回答道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黑龙圣地的圣地之主 找到云青叔 说他有一个孩子在天成世界 他想要前往天成世界 将他孩子接回来 嗯 听到手下的回答 陆阳华陷入了沉思 黑龙圣地圣地之主的孩子 跑到了天成世界去 当然 也不是不可能 只不过这一切 是不是有些太巧了 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黑龙圣地 好像也并不是特别强大 并且是一个十分低调的势力 他当初在天元世界历练的时候 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交集的势力 便是黑龙圣地 黑龙圣地也从来没有 和他产生过什么摩擦 对于这样一个完全没有威胁的势力 陆阳华一向是不会太关注的 陆阳华淡淡地说道 或许天成世界是有什么宝物 也或许是他真有一个孩子 在天成世界 陆阳华继续问道 已经确定了 云青叔不愿意交出天成世界的坐标了对吗 陆阳华心里想到 既然玄阅公不愿意配合 那他也该回天元世界一趟了 他相信 只要他回到了天元世界 云青叔就会主动将天成世界的坐标送上来 此时陆阳华的手下说道 根据我们的探子打探的情况 云青叔是打算 自己亲自前往天成世界 将云仙仙抓回来 然后亲手交给您 听到手下的回答 陆阳华喝笑了一声 随后说道 算那个女人还有些自知之明 他刚才还以为云青叔是认为她离开了天元世界 已经管不到天元世界了 所以这才不肯交出天成世界的坐标 既然云青叔是打算亲自去天成世界 将云仙仙抓回来 那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 他想要知道天成世界的坐标 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将云仙仙从天成世界抓回来 这么简单 他还打算派人前往天成世界 给他的酒帝增加一些试炼强度 好好磨练一下他的酒帝 当然 既然云青叔要亲自前往天成世界了 就算云青叔不把天成世界的坐标交出来 也没事 云青叔身边的人 到时候会将他们的位置 时时地传回来 到那时候 他们可以派人悄悄地 跟在云青叔他们的仙周后面 前往天成世界 想到这里 陆阳华嘴角微扬 随即自言自语地说道 酒帝 希望皇兄给你准备的惊喜 你会满意 迷雾世界 灵狐门 意识大殿 大殿内 多了很多新面孔 以前灵狐门没有这么多的造花镜强者 但是如今造花镜的强者数量 已经比过去多了两倍 江红叶扫了一眼大殿内的众人 正要说什么 一个长老站出来说道 掌门 如今迷雾世界 已经被我们三大势力瓜分完毕 我们也该考虑下一步行动了 紧接着 另外一个长老也开口复合说道 是啊 掌门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迟早有一天会和万仙宗 或者弥仙宗产生冲突 既然如此 那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随后又有多个长老提出来 说灵狐门应该有所行动 他们说归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来 他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 他们只是觉得 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毕竟灵狐门处在最末尾 随时都有可能被弥仙宗 和万仙宗联手灭掉 之前他们三大势力联合 不就属于强强联合 把小鱼小虾都给清理了吗 现在灵狐门在万仙宗和弥仙宗面前 也同样属于小鱼小虾 他们很可能还会再合作 将灵狐门给瓜分了 听到长老们说的话后 将红叶面色冷漠地说道 既然你们也察觉到了 灵狐门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那你们倒是说一个好的办法出来 一个个的光张嘴说要有所行动 也没有献你们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将红叶这话说出来 大殿之中的长老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都没有再说话了 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好的办法 这时候 一个内门执事 急急忙忙地进入大殿 对将红叶说道 掌门 弥仙宗宗主来信 随即那个内门执事 将手中的信件递了出来 将红叶听到这话 眉头微微一皱 不过他还是挥了一下手 那个只是手上的信件 瞬间飞到了将红叶的手上 将红叶打开信件 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 此时 一个长老急迫地问道 掌门 不知道韩元凯在信中说了什么 将红叶冷哼了一声说道 还能够说什么 他就是想要让本座前往弥仙宗 商量联盟对抗万仙宗一事 听到这话 大殿中的长老们 瞬间高兴了起来 若是他们和弥仙宗联手的话 那他们就不怕 被两大宗们联手剿灭了 一个长老开口说道 掌门 这是好消息啊 我们若是能够和弥仙宗联手 那我们先前的担忧就 这个长老化学没有说完 将红叶就开口打断说道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你们怎么知道 韩元凯邀请本座前往弥仙宗 没有其他用意 若这是一个陷阱 本座去了弥仙宗 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而且 就算灵狐门现在和弥仙宗 联手灭掉了万仙宗 那弥仙宗接下来大概率 也还是会对灵狐门出手 并且到那个时候 没有了万仙宗的牵制 灵狐门会更加轻易被弥仙宗灭掉 江红叶可不是傻子 他很清楚弥仙宗的野心 也知道韩元凯这个人的野心有多大 虽然他一开始 确实是打算和弥仙宗联手对抗万仙宗 但是 随着迷雾世界的势力结构重组后 他就渐渐意识到了情况不对劲 他可不想被韩元凯利用 听到江红叶这番话 大殿中的长老再次陷入了沉默 确实 谁也说不准万仙宗和弥仙宗此时是不是已经暗中结盟了 若是他们掌门这个时候 真的前往了弥仙宗和韩元凯商讨什么结盟的事情 搞不好就中了他们的陷阱 虽然弥仙宗和万仙宗两宗结盟后实力强大 但如今的灵狐门也算有一定实力 尤其是灵狐门的山门大阵 即便万仙宗和弥仙宗联合起来 也未必能够攻破 不过 若是江红叶这个掌门被除掉了 那灵狐门也就不攻自破了 灵狐门只有江红叶一个阴阳镜的强者 剩下的一些造化镜九重的强者 都是其他实力的领袖 他们加入灵狐门后 并没有完全归心 没有了江红叶这个阴阳镜的强者 压着那些造化镜九重的修士 他们必然会想着争权夺利 并且谁也不服谁 即便有山门大阵存在 到时候 两宗攻打过来 整个灵狐门也没有办法齐心协力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 韩元凯个人想要吞并灵狐门 江红叶如果去了弥仙宗的地界 以弥仙宗的实力 想要将他留下来 那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等将他这个掌门除掉了 到时候 韩元凯便亲自前往灵狐门 劝降灵狐门的弟子 在掌门都已经死了的情况下 灵狐门的弟子 大概率会投降弥仙宗 如此一来 弥仙宗想要灭掉灵狐门 就非常轻松 所以 无论那种情况 江红叶都不能够前往弥仙宗 更加不能够帮助弥仙宗 对付万仙宗 此刻 整个大殿无比的沉闷 人们呼吸的声音都能够听到 过了不知道多久 一个掌老开口问道 掌门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江红叶是整个灵狐门的主心骨 现在就知 能够指望江红叶 能够想到一个好办法了 江红叶这时候 眉头舒展开来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本作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在众人 想要问是什么办法时 江红叶继续说道 过些十日 你们便知道了 几日后 万仙宗 大殿中 姬红文正拿着一封信件 认真的看着里面的文字 看完信件里面的内容 姬红文嘴角微微上扬 随即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来韩元凯的计划要落空了 江红叶还不算太蠢 姬红文此时手上的信件 是江红叶的亲笔信 江红叶在信中讲明 料弥仙宗拉拢灵狐门 想要灭掉万仙宗一事 江红叶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要告诉万仙宗 他们灵狐门完全可以答应 和弥仙宗联合起来 灭掉万仙宗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他们已经尽人尽意了 若是以后 万仙宗和弥仙宗 反而联合起来 对付灵狐门 那就不道义了 同时江红叶也是在提醒姬红文 韩元凯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 弥仙宗的最终目标 肯定是想要灭掉 弥雾世界的所有势力 若是灭了弥雾世界所有势力 等弥雾世界的禁止消失后 那整个天成世界 就只有弥仙宗一个宗门 到时候天成世界就是弥仙宗的 虽然天成世界是一个低等世界 但是拥有一个世界的宗门 最终都会发展壮大 弥仙宗必然是冲着成为超级势力去的 江红叶在信中特意提醒姬红文 韩元凯的实力 他们也已经见识过了 若是万仙宗和灵狐门 任意一方单独面对弥仙宗 大概率都不是弥仙宗的对手 所以 灵狐门和万仙宗 应该联合起来对抗弥仙宗 当然 仅仅支持对抗 不是非要灭掉弥仙宗 通过江红叶的信 姬红文也看出来了 江红叶是想要保持灵狐门单独存在 并且充当两大宗门的缓冲势力 谁的实力更强 那么灵狐门就会倒向 势力相对弱的另外一个势力 然后维持迷雾世界的稳定 等将来进入了天成世界 恐怕灵狐门也会采取这种平衡之法 这样做 确实能够让三大势力保持一种平衡 弥仙宗虽然强 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实力 同时消灭万仙宗和灵狐门 韩元凯看到灵狐门和万仙宗走得比较近后 自然也不敢轻易动手 对于江红叶的提议 姬红文没有拒绝的理由 他现在之需要一直拖着 拖到迷雾世界的静置消失之后 万仙宗进入天成世界和他们的主上会合 随即姬红文给江红叶写了一封信 同意了和灵狐门结盟 当然 他们结盟之事表面上结盟 并不是要一起出兵去攻打什么人 事实上就是做给迷仙宗看的 两大势力的结盟 就像是在警告迷仙宗和韩元凯 他们两大势力加起来 实力已经超过了迷仙宗 迷仙宗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有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很快 灵狐门和万仙宗结盟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迷雾世界 在听闻灵狐门和万仙宗结盟后 韩元凯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他似乎早就猜到了 万仙宗和灵狐门会结盟 迷雾世界 迷仙宗 迷雾朦胧的山顶 有一片寂静的竹林 竹林之中坐落着一个竹屋 此时此刻 竹屋外面的人 正在汇报着灵狐门和万仙宗结盟一事 听完长老的汇报 正在打坐修炼的韩元凯 睁开了双眼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就彭扶他根本不在意 灵狐门和万仙宗结盟一样 这时候 门外长老开口问道 宗主 您看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需要做些什么 听到这个问题 韩元凯淡淡地说道 不需要 带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 本座的神功大成 就算他们两大势力结盟 也同样不会是弥仙宗的对手 就让他们再多活几年 听到韩元凯这话 竹屋外面的长老瞬间激动了起来 神功大成 如此说来 他们宗主已经快突破到万法境了 一旦他们宗主突破到了万法境 万仙宗和灵狐门便弹指可灭 万法境和阴阳境的差距十分巨大 十个阴阳境 也不一定是一个万法境强者的对手 更何况 万仙宗和灵狐门加起来 连十个阴阳境强者都没有 更加不可能是弥仙宗的对手了 此时韩元凯心里想到 他派的那些弟子 应该已经找到了苏寒烟的那两个清传弟子 只需要等迷雾世界的静止消失 他就立刻进入天成世界 然后以那两个女子作为卢顶 修炼夺天神功 一旦他能够控制天成世界的天道 或者将自己的意识融入天成世界 那他要突破万法境 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通常来说 每个世界都有着自己的天道 想要掌控天道 没有归虚境的实力很难实现 但是 天成世界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 根本不需要修炼到归虚境 他只需要以天成世界的女子作为媒介 然后迷惑天成世界的天道 趁机控制整个天成世界 这便是所谓的夺天神功 当然 被他当作卢顶的女子 最后大概率会因为承受不住强大的天道之力死亡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想要苏寒烟 那两个清传弟子的原因 首先 他们两个是天成世界的本地人 只有天成世界的本地人 作为媒介 才能够迷惑天成世界的天道 其次 他们两个修炼了弥仙宗的功法 再加上 他们有一定的天赋 在他们回到天成世界后 实力的提升 必定比天成世界的那些人快 现在他们估计已经进入合道七了 虽然合道七 还算不上是真正的修士 不过合道七 总比天成世界那些普通人要强 他们也能够在他修炼夺天神功的时候 多撑一会儿 所以 苏寒烟的这两个清传弟子 他必须要得到 就算苏寒烟和他翻脸 他也要将那两个女弟子 当作是卢顶 时光飞逝 几年的时间 转眼间又过去了 大夏王朝 雁城 风云殿 陆辰躺在穆子轩的玉腿上 注视着穆子轩那张玉戎 如今的穆子轩已经成熟 身上也更加具有女人的韵味 经过这些年的修炼 穆子轩如今已经到了宗师境界 只不过他这个宗师没有任何实战 唯一能够被称得上是实战的 就是在床上用玄女功对付陆辰 这时候 陆辰抬起手 轻轻抚摸了一下穆子轩的玉腿 笑着说道 娘子 你今日怎么没有 穿上制衣局新出品的丝袜 这几年来 大夏王朝飞速发展 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 虽然现在还是以农业为主 但是上层的工业产品已经非常多了 也因为工业的发展 陆辰妻妾们的衣服样式也越来越多 每次有什么新式衣服了 陆辰都要让自己的妻妾们穿上 现代的大多数衣服 都已经在这个世界复刻 什么JK 什么OL 什么白者裙 丝袜啥的 比起现代人 古人穿上那些衣服 才更加有一番风味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那些衣物都比较羞耻 每次陆辰的妻妾们穿上 都感觉无比的羞耻 看到自己的女人那副娇羞的样子 陆辰整个人就变得特别的狂躁 听到陆辰的话后 穆子轩脸颊微微一红 随后说道 若是陛下想看 妾身这就穿上 陆辰微微一笑 说道 不用了 我先躺一会儿 话音落下 陆辰闭上眼睛 整个人看起来 似乎十分享受 现在这种惬意的时光 过了一会儿后 陆辰开口说道 对了 弗尔他们最近的学习情况如何 陆辰的几个孩子 都已经到了读书十字的年纪 陆辰平时把教育问题 都交给了穆子轩 并且给他们几个 都安排了特定的课程 听到陆辰的问题 穆子轩回答道 他们几个学习都比较努力 最新的测试 他们的成绩都非常好 知识他们好像对诗词歌赋 没有什么兴趣 穆子轩的思想 还是比较偏传统一些 毕竟他本来就是 这个时代的人 在他眼中 诗词歌赋非常重要 皇宫的孩子 应该把心思 都放在诗词歌赋上面 而不是去学习一些 奇奇怪怪的知识 虽然那些东西 确实对于这个世界来说 也很有用 但是陆辰的孩子 毕竟是皇子公主 总得和普通人区分开来 听到穆子轩这话 陆辰好奇地问道 哦 他们对诗词歌赋没有兴趣 那他们对什么有兴趣 穆子轩回答道 就拿风儿来说 他特别喜欢看一些 民间的画本小说 臣妾早就发现 他的床下堆了 多多画本小说 只不过臣妾没有拆穿他 相比较于陆辰 穆子轩这个做母亲的 还是要严格一些 在他看来 陆长风好歹也是太子 以后要当皇帝的人 怎么能够把心思 放在画本小说上面 画本小说里面 能够学到什么东西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当然 尽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 直接拆穿过陆长风 也一直假装 不知道陆长风 他床下的那堆画本小说 他更是动都没有动过 听到穆子轩这话 陆辰扑呐一声笑了出来 随后 他睁开眼睛 注视着穆子轩的眼眸说道 孩子有点自己的兴趣爱好 是正常的 不能够一天到晚都学习吗 还是要适当地放松 只要他没有耽误学业 他想看 就让他看吧 既然陆辰都这么说 穆子轩也只好说道 臣妾明白了 陆辰继续说道 至于其他的孩子 每个孩子的性格是不一样的 他们适合的事情 也是不一样的 应该让他们自己决定 未来他们应该做什么 现在就是培养他们 兴趣爱好的时候 总不能够让他们 所有人都把心思 放在政治斗争上面 皇帝只有一位 只有他们 把心思都放在了 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面 长大后 才不会总惦记着那个位置 听到陆辰这话 穆子轩瞬间明白了陆辰的意思 确实 大下皇室传统的教育 是把所有的皇子 都往储君一个方向培养 结果最终就导致了 所有皇子的心思 都在争夺皇位上面 根本没有心思 去做其他事情 只要他们从小 就对别的事情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长大之后 才有可能会减少 对权力的渴望 虽然不能够完全杜绝 他们对权力产生渴望 但是最起码 他们心中还要想做的事 不会觉得 自己除了当皇帝 就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 如今大下的工业基础 已经有了 工业化已经开始了 随着大下的发展 以后 大下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职业 他的那些皇子公主 若是能够找到 感兴趣的事情 都放在那些行业之中 以后再出现 兄弟相残的事情 就可能少很多 陆成这时候 忽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继续说道 对了 孩子们 应该都已经开始修炼了吧 慕子轩回答道 嗯 已经在修炼了 楚姐姐最近在传授 他们功法了 楚与清 拥有神武皇后 绝大多数的记忆 她知道 不少适合小孩子 修炼的功法 所以就主动担任起了 那些皇子公主 修炼课的老师 听到慕子轩的回答 陆成说道 开始修炼了就行 他们是我的血脉 天赋都不错 从小修炼的话 应该不用成年 就能够突破到天人境 在天成世界 灵气复苏的背景下 陆成对自己孩子的 修炼状况 是比较在意的 他们可以其他学习成绩不好 但是绝对不能够不修炼 这本身就是一个 弱肉强食的世界 再加上今后大夏王朝 要对外扩张 必然会上午 身为他的子嗣 不能完全就是一个普通人 再怎么样 也得有点自保能力 当然了 陆成和其他皇帝 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他的孩子 确实没有修炼的天赋 或者存在一些缺陷 无法修炼 他也不会嫌弃他们 毕竟都是自己的仔 他还做不到 像先皇那样 冷血无情 就在陆成打算闭上眼睛 继续享受 这宁静的时刻时 一个女性侍卫的声音 在外面响起 陛下 黑龙城最新情报 迷雾世界的禁止 要消散了 听到这话 陆成随即对穆子轩说道 娘子 我晚上再来 穆子轩玩耳一笑 陛下去忙吧 直接一个疑心幻影 瞬间出现在御书房 当陆成出现在御书房的时候 锦衣卫的几个指挥使 都已经在御书房等待了 并且 诸葛重光和一众天人 也已经到了御书房 连云仙仙 此刻也在御书房内 他的感知力非常强 即便没有第一世界 收到锦衣卫的电报 他也感知到了 迷雾世界的禁止 快要消散了 所以 他第一时间就来了御书房 想要看看 陆成打算 怎么应对迷雾世界 那些势力的入侵 见到陆成出现后 众人随即行礼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陆成扫了一眼众人 免礼 随后 陆成又对御书房门口的 秦玉山说道 秦爱卿 立刻通知军部的官员 半个时辰内 到达义政殿 找开军事会议 秦玉山拱手说道 是 陛下 等秦玉山离开后 陆成这才开口说道 诸位爱卿 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迷雾世界的禁止 即将消失一时 听到这话后 诸葛崇光直接说道 陛下 以大夏军队 现在拥有的战斗力 恐怕还无法抵抗 迷雾世界的那些势力 不过想必 必已经有了应对 这次危机的办法 看到陆成一副 不慌不忙的样子 就能够猜出来 他肯定是早就做好了准备 陆成这时候说道 正确实 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等万先宗 进入天成世界后 你们就知道了 听到陆成这话 众人心里不禁想到 难道他们陛下 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在了万先宗这个势力上面 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 虽然万先宗确实有些实力 但是也仅仅支持 迷雾世界的第二大势力 并且和迷雾世界的 第一势力迷先宗 存在很大的差距 再加上迷雾世界 还有一个灵狐门存在 关键是 迷雾世界的那些势力 还已经得到了整合 迷先宗和灵狐门 比以前还要更加强大了 如果知识 单单依靠一个万先宗 恐怕还不足以对抗 迷先宗和灵狐门 虽然心里没有底 但是众人还是相信 他们这个陛下的 一路走来 他们陛下 就没有做过什么 没有把握的事情 既然他都认为没有问题 那就肯定没有问题 反正迷雾世界的禁止 就这几天就会消失 很快他们就会知道 他们陛下的底牌是什么 半个时辰不到 燕城军部的武将 官员都来到了议政殿 军事会议也正式开始 再次看到陆尘 军部的官员 瞬间就猜到了 发生了什么事 陆尘已经很久没有召开 这种规模的军事会议 并且他这个皇帝 就和甩手掌柜差不多 政务也都甩给了诸葛重光 如今皇帝再次接手军务 那就说明 迷雾世界那边 肯定是出问题了 陆尘坐在龙椅上后 扫了一眼下方的官员 随后开口问道 迷雾世界的禁止即将消散 大夏王朝将再次面临挑战 听到陆尘这话 军部的官员们心里想到 果然和他们想的一样 确实是迷雾世界的禁止 要消散了 陆尘这时候 看向负责制造符文武器的李玉 李爱卿 目前一共有多少符文大炮 李玉站起身来 拱手回答道 回陛下 符文枪械一共有十万件 符文迫击炮一共有一万件 符文大炮一共有一千门 各类符文子弹的数量 加起来有八百万发 而迫击炮和各种大炮的炮弹数量 加起来有十万克 听到李玉的汇报后 军部的官员 尤其是那些将军 也多了一分底气 不过陆尘此时却开口说道 不够还远远不够 陆尘继续说道 让兵工厂继续加大生产 李玉立刻说道 是 陛下 坐下吧 谢陛下 陆尘又看向轩元臣 轩元将军 不知道你新招募的那些新兵 训练得如何了 战龙军已经从最初的 只有几千人 扩张到了现在的六万人 其中有两万人的诗 是最近这一年才组建的 而这只新兵 就是轩元臣在负责训练 轩元臣站起来说道 陛下 他们都已经熟练 掌握了符文武器的使用 别看符文武器 和普通武器没什么区别 要想将符文武器 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还是需要一定的手段 比如给符文武器灌输灵力 现在天成世界 已经灵气复苏 比以前的灵气 要更加的充沛了 九品的武者 都能够感受到灵气的存在 他们也具备了 使用灵力的能力 只不过 这需要一些时间来练习 只有那些士兵 都能够给符文武器 灌输灵力了 才能够将战龙军的实力 完全发挥出来 听到轩元晨的回答后 陆晨说道 很好 接下来就说一下 关于军队的部署问题 朕已经让人 将黑龙城的老百姓疏散了 到时候 就以黑龙城为防守重心 阻止迷雾世界的那些入侵者 进入大夏王朝 另外 陆晨随后对战龙军的军队部署 安排了起来 军事会议结束后 整个军部都忙碌了起来 等军事会议结束 军部的官员都离开后 一直坐在大殿中 没有开口说过话的云 还是说你打算依靠那些符文武器 对付迷雾世界的修饰 虽然陆晨的符文武器 确实有点厉害 云仙仙自己也亲自使用过符文武器 也认可了符文武器的威力 但是符文武器的使用对象 大多是九品武者 只有一部分是宗师 大宗师 他们并不能够完全发挥出 符文武器的威力 云仙仙并不认为 战龙军可以对抗迷雾世界的那些势力 而且 大夏目前的符文武器 对付天人还好 但若是对付造化镜 阴阳镜的强者 就很难发挥作用了 陆晨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从自己的系统空间里面 拿出了一套圣灰战甲 然后将圣灰战甲递给了云仙仙 云仙仙好奇 结果圣灰战甲 陆晨继续说道 师尊穿上试试 看看效果怎么样 听到这话 云仙仙毫不犹豫地 朝着圣灰战甲灌输零 下一刻 圣灰战甲 化作一道光 围绕着云仙仙的身体 很快 云仙仙全身上下 就披着了金光闪闪的战甲 感受着战甲 在疯狂地吸收周围的灵气 并且将那些灵气 给灌输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 云仙仙微微愣了一下 这战甲 居然还能够帮助使用者 吸收灵力 而且他能够感受出来 穿上这战甲之后 自己的实力得到了迅速地提升 他目前的真实境界 是造化镜 而穿上战甲的一瞬间 他就拥有了 接近阴阳镜的实力 能够将人的境界 迅速提升一个大境界 这样的战甲 确实是一件好宝贝 只不过 云仙仙随后说道 你打算将这套战甲给谁使用 东西虽然好 但是只有一件 如果陆辰自己使用的话 陆辰也顶多只有阴阳镜的实力 并且用战甲堆起来的阴阳镜 很可能悬没有迷雾世界的阴阳镜强大 单单只是依靠这件战甲 且要对抗迷雾世界的那些势力 还是有些难度 就在云仙仙这么想的时候 陆辰说道 师尊 这件战甲就送给你了 听到这话 云仙仙微微愣神 他没有想到 陆辰居然送自己这么珍贵的东西 云仙仙连忙说道 这战甲太珍贵 对你来说有很大的作用 为师不能要 说到这里 云仙仙就准备脱下战甲 将战甲还给陆辰 不过就在这时候 陆辰随手一挥 空中瞬间漂浮了上百件这样的战甲 看到这一幕 云仙仙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本来以为这样的宝物 非常珍贵 稀少 结果这个匿图随手一挥 居然就拿出了这么多 一模一样的战甲 很快云仙仙回过神来 如果是别人拿出这么多战甲 那倒是有些难以解释 不过陆辰就不一样了 他是大帝之子 连那么豪华的仙舟都拥有的人 拿出来上百件这么珍贵的战甲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陆辰微微一笑 随后对云仙仙说道 师尊 我如果告诉 你我有一千套这种战甲 你觉得 迷雾世界那些势力 还是我的对手吗 云仙仙心里一正 一千套 他还以为陆辰只有一百多套 有这么多战甲 再加上万仙宗是陆辰的势力 那迷雾世界的那些势力 还怎么和陆辰斗 等迷雾世界的禁制消失之后 万仙宗的修饰进入天成世界 陆辰之需要将这些战甲 给那些天人静修饰 便能够拥有一支 拥有造化镜实力的修饰构成的军队 并且万仙宗的那些造化镜 和阴阳镜的强者 势力也会再次提升一个大境界 万仙宗的整体实力 一下子就能够超过 迷雾世界所有势力 迷仙宗和灵湖门 还怎么和大侠王朝斗 原来这就是陆辰的底牌 陆辰继续说道 师尊 这套战甲你就留着吧 云仙仙想了想 也没有再继续推脱 既然陆辰拥有这么多圣灰战甲 那少一套也没什么 既然你已经有了应对之法 那卫师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卫师先回去修炼了 好 师尊去忙吧 随即 云仙仙就直接离开了异政殿 等云仙仙走后 陆辰拿出了时空镜 直接联系了万仙宗的姬红文 迷雾世界 万仙宗 姬红文等一众万仙宗的长老 站在山顶 看着远方 如今的迷雾世界迷雾 已经消散了不少 原来整个迷雾世界的能见度 连三米都没有 现在迷雾散去后 人的视线 能够看到十米开外的地方 迷雾即将散去 这也意味着 迷雾世界的禁止 快要消失了 姬红文不知道 大夏王朝有没有准备好 以前他倒是很想 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 这么一来 他们就能够提前 见到他们的主上 但是这几年 陆辰用时空镜 直接和他沟通过 告诉了他一些 天成世界的情况 这让姬红文意识到了 天成世界的实力 还不足以和迷雾世界的 势力对抗 若是迷雾世界的禁止 消失得太快 到时候 大夏王朝必然无法抵抗 灵弘门和迷先宗的入侵 此时一个长老说道 迷雾世界的禁止 就快要消失了 也不知道 陛下的实力 恢复得怎么样了 若是守不住 不如让一些土地 给另外两个宗门 等陛下实力恢复之后 我们再重新 将那些土地给抢回来 听到这个长老的话 众长老 包括姬红文 都感觉这样是最好的 只要他们主上实力恢复 迷先宗和灵弘门 谈指就可灭 所以 现在也没有必要 和他们硬碰硬 不过就是不知道 他们主上是怎么想的 他们主上 未必能够咽得下这口气 强者有强者的自尊 有些强者宁愿死 也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自尊 就在姬红文 忧心冲冲的时候 突然间 他们感觉周围的空间 似乎出现了波动 就在众人以为 空间要崩塌的时候 突然一个投影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看到是陛臣的身影 姬红文连忙 带着众长老一起行礼 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臣淡淡地说道 免礼 姬红文随即开口问道 陛下 迷雾世界的禁止 即将消失 现在 灵狐门和谜先宗的人 都已经做好了 进入天成世界的准备 陛臣淡淡地说道 朕已经知道了 朕找你 主要是和你说一声 朕准备了一千套灵甲 穿上战甲 你们的实力 将提升一个大境界 等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后 你们就立刻前往燕城 到时候 朕会将那些灵甲 分发给万先宗的修士 听到这话 姬红文和一众长老都愣住了 灵甲 什么灵甲 能够将修士的实力 提升一个大境界 提升实力的灵气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修真界提升实力的灵气不少 不过 能够将人的实力 提升一个大境界的灵气 那就不多见了 而且 他们陛下说的是一千套灵甲 不是十套 不是一百套 而是一千套 有一千套这种灵甲 民先宗和灵狐门加起来 都不可能是万先宗的对手 他们陛下从什么地方 搞来了这么多灵甲 会不会是他们听错了 姬红文这时候确定道 陛下 您说的是提升一个大境界 陆臣说道 是的 天人镜穿戴这套战甲后 实力就能够提升到造化镜 造化镜穿戴后 实力能够提升到阴阳镜 以此类推 此话一出 姬红文和在场的长老都愣住了 居然说的真是一个大境界 那等姬红文和大长老 穿戴上这套护甲之后 他们的实力 岂不是就达到了万法镜 到时候 弥仙宗和灵狐门 还怎么和他们斗 而且 他们万仙宗 还有十个造化镜的长老 他们若是穿上了战甲 实力就能够提升到阴阳镜 灵狐门和弥仙宗加起来 才三个阴阳镜 到时候 都不用姬红文和大长老出手 那十个长老 就能够将灵狐门和弥仙宗给灭了 回过神来后 这下姬红文他们是彻底放心了 这时候 陆臣继续说道 好了 就先这样吧 话音落下 陆臣的投影就原地消失了 马上 迷雾世界的禁止就要消失 这个时候 陆臣要保存实力 不能够消耗太多灵力 陆臣的投影消失后 大长老立刻对姬红文说道 宗主 既然陛下已经准备好了灵甲 那我们 也得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了 待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 我们就立刻前往天成世界 姬红文随即拿出一张符录 输入灵力后 开口说道 迷雾世界的禁止即将消失 万仙宗所有外出历练的弟子 尽快返回万仙宗 还在闭关的弟子 也结束闭关 准备前往天成世界 姬红文的声音 瞬间传遍了整个万仙宗 在听到姬红文的命令之后 万仙宗的弟子 一个个都兴奋无比 他们总算是可以离开 这个空间不稳定的鬼地方了 很快 万仙宗的弟子 就准备好了非洲 只要迷雾世界的禁止一消失 他们便立刻乘坐非洲 进入天成世界 和万仙宗一样 迷先宗和灵弘门 同样也做好了准备 并且三大势力 也再次齐聚当初那个禁止裂缝 禁止消失时 肯定是从那个裂缝开始消失 只要他们守在那个裂缝 禁止一旦开始消散 他们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天成世界 谁先进入天成世界 就意味着 抢夺的土地可能越多 现在三大势力 已经形成了制衡 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 谁也不敢全力 对另外一个势力出手 只要他们能够占领土地 到时候 谁占领的就归谁 若是有一方 想要霸占其他势力 已经占领了土地 到时候 必然会引起 另外两个势力的围攻 既然后面没办法抢 那就只能够 在进入天成世界的时候 尽可能地占领更多的土地 此刻 禁止缝隙所在的地方 已经遍布大大小小 数十艘非洲 韩元凯站在非洲的船头 看着远处的姬红文和江红叶 笑着说道 姬宗主 姬长们 好久不见了 自从他们三大势力 完成了对迷雾世界的瓜分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现过面 直到今天 姬红文也面带笑容说道 确实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韩宗主闭关这么多年 不知道如今的修位 已经达到什么境界了 韩元凯淡淡地回答道 才闭关几年 修位能有多大提升 还是和前几年一样 还是阴阳境 姬宗主问本尊这个问题 该不会是姬宗主 已经突破到万法境了吧 姬红文说道 韩宗主说笑了 想要突破到万法境 那有这么容易 这时候 韩元凯又看向江红叶 继续说道 江掌门 本尊昨晚听说 你们灵狐门 似乎又多了一位 阴阳境的强者 恭喜恭喜啊 听到这话 江红叶的脸色 瞬间黑了下来 他并没有因为 韩元凯的道喜 感到高兴 灵狐门多了一个 阴阳境修士的消息 在灵狐门属于绝命 是有几个核心长老知道 但是韩元凯今天 却直接就说了出来 这说明 灵狐门已经有人背叛了 到底是谁 看到江红叶的脸色 很不好看 姬红文淡淡一笑 如果是以前听到 灵狐门多了一个 阴阳境强者 他或许还会有些难受 毕竟都是竞争对手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别说一个阴阳境强者 就算他们两个宗门 再多五个阴阳境修士 他们万仙宗都不带怕的 只要迷雾世界的禁止消失 他们万仙宗 立刻就能够多十个 拥有阴阳境实力的修士 虽然靠灵甲提升实力的 阴阳境眉 有真正的阴阳境强大 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呀 十个阴阳境 也具备困住万法境的实力 更别说阴阳境修士了 这时候 江红叶开口说道 韩宗主 迷雾世界的禁止即将消失了 为了避免我们的弟子 进入天成世界后产生冲突 不如我们提前做好约定如何 韩元凯问道 哦 什么约定 江红叶说道 以城池为点 谁先占领城池 城池周围的土地就是谁的 韩元凯说道 这个没有问题 不知道姬宗主觉得 这个提议怎么样 虽然江红叶说了 以城池为点 但是他可没有说 城池周围多远的土地 都属于他们 等到时候 进入了天成世界 就算别的势力 占领了某个城池 如果是特别重要的地方 弥仙宗一样 可以抢夺周围的土地 听到两人的对话后 姬宏文说道 何必伤了和气 我们还不知道 天成世界的情况如何 为何不等到 我们进入天成世界 了解了天成世界的情况后 坐下来 心平气和的 划分势力范围 听到这话 韩元凯笑着说道 姬宗主说的有道理 反正如今 迷雾世界 就只剩下我们三大势力了 当初我们 就是这么约定的 当初他们对 迷雾世界的其他势力 动手的时候 就约定了 要瓜分天成世界 当然 那时候 他们各怀鬼胎 只不过最终 他们三大势力 逐渐壮大后 形成了新的平衡 他们心中的小九九 都没给你办法实现了 既然三大势力还在 那就按照以前的约定 坐在一起 划分势力范围好了 这时候 姜宏叶说道 本作也想过 心平气和的 划分天成世界的土地 可是天成世界的 灵气才刚复苏 每个地方的 灵气浓度是不一样的 本作很难相信 到时候能够做到 完全公平公正的 划分势力范围 既然如此 那不如各凭本事 坐在一起 划分势力范围 很难达成共识 而且 这对于实力 比较弱的一方 更加没有好处 虽然灵狐门 如今又多了一个 阴阳镜修士 阴阳镜强者的数量 已经和弥仙宗 万仙宗一样 但相比较于 这两个宗门 灵狐门的整体实力 还是不如他们的 等进入了天成世界 他们一旦坐下来 划分势力范围 这两个宗门 就很可能联合起来 将灵狐门的势力范围 划得非常小 并且将一些 灵气不充沛的地方 划给他们 与其坐下来 划分势力范围 不如自己去占领 这样反而可能占领更多 灵气也更加充沛的土地 虽然整体实力 不如另外两个宗门 但是灵狐门的弟子可不少 要先占领更多的城池 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什么太大的难度 见江红叶不愿意 坐下来划分势力 韩元凯这时候说到 将掌门 如今迷雾世界 就只剩下我们三家了 现在 我们两宗都决定 和睦的划分势力范围 就你们灵狐门不同意 这有些不合适吧 听到韩元凯这话 江红叶眉头一皱 他自然听出来 韩元凯这是在威胁他 韩元凯话里的意思就是 若是灵狐门不同意的话 那万仙宗和谜仙宗到时候 就不带灵狐门完了 他们两宗联合起来 直接降天成世界一分为二 韩元凯这时候继续说道 将掌门 本尊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不如这样吧 在进入天成世界后 我们各自先派弟子 去打探天成世界的情况 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 尽量每个势力 都能够分到灵气充裕的地方 虽然韩元凯话是这么说 但是江红叶可不相信 谜仙宗作为迷雾世界里面 最强的势力 会愿意平等地 和他们划分势力范围 虽然江红叶心里不愿意 但是现在 似乎也没有好的办法 毕竟现在 弥仙宗和万仙宗 都同意用这种方法 划分势力范围 就算到时候 派弟子去抢占 天成世界的土地 到时候 两宗也会联手让 灵狐门将占领的土地 给吐出来 现在只能够跟着 他们两宗走 正当江红叶 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姬红门开口说道 江掌门 若是让我们 各自宗门的弟子 去占领天成世界的土地 万一弟子之间产生摩擦 导致三大势力 产生了冲突 那时候 我们各自的宗门 不知道要死多少弟子 难道你想看到 你们灵狐门的弟子折损 江红叶随即说道 好 本座同意了 见江红叶都同意了 韩元凯露出一丝笑容 那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就在韩元凯话音刚落 迷雾世界的迷雾 开始迅速消散 那些迷雾 就好像是被天成世界 给吸走了一样 在场的所有人 都静静地看到这一幕 迷雾被天成世界吸收 就意味着 静止即将消失 马上他们 就能够进入天成世界了 过了一会儿后 迷雾世界的空间 开始动荡起来 他们所在的空间 时不时地出现一个漩涡 将三大势力的弟子 给吸进去 迷雾世界的空间 在此刻变得更加不稳定 随着动荡结束之后 一片新的大陆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他们已经可以用肉眼 直接看到天成世界的城池 沙那间 迷雾世界的修士们 都沸腾起来 太好了 静止终于消失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怕被被卷入空间乱流了 咱们快进去 紧接着 三大势力的非洲 同时飞向天成世界 然而就在此时 非洲却突然像是 被什么力量给禁锢了一样 无法朝着前面飞行 明明他们 都已经看到天成世界的城池了 却不能够直接飞过去 一时间 一盆冷水 浇在了人们的头上 然而此时不知道 是谁大喊了一声 你们快看 万仙宗的弟子过去了 万仙宗的弟子 因为要去雁城 接收路程的战甲 所以他们特别着急 在发现非洲无法前进后 他们就直接从非洲上下来 肉身前往了天成世界 结果他们的肉身 还真的过去了 看到万仙宗的弟子 都以肉身过去了 其他势力的弟子 也立刻跳下非洲 直接前往了天成世界 然而就在此时 万仙宗一个造化镜的长老 却猛地撞在了什么东西上一样 无法前往天成世界 那个长老顿时一脸猛 万仙宗的弟子 都前往了天成世界 怎么他反而不行 随后那个长老 抬手摸了摸前面 发现好像真的存在 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立刻汇报说道 宗主 静置好像并没有完全消失 听到这话 姬红文和韩元凯 将红叶三人 连忙来到那个长老面前 随后 他们也尝试了一下 前往天成世界 结果 他们也被一堵看不见的墙 给弹了回来 他们没办法过去 但是他们各自视力的 天人静的弟子 却轻轻松松就传过去了 很显然 这个静置 限制着天人以上的强者进入 韩元凯随后对 姬红文和姜红叶说道 姬宗主 将掌门 这个静置 已经快要消散了 不如我们直接联手破掉静置 姬红文和姜红叶 异口同声说道 好 眼看着迷雾世界的迷雾都消散了 都能够看到 天成世界的土地和城池了 结果他们却过不去 这让他们怎么甘心 反正这静置 也已经快要消散 几个阴阳镜的同时出手 估计还是有机会 直接破开这个静置 紧接着 三大势力的阴阳镜强者 同时出手 攻击眼前的静置 试图将静置破坏掉 结果他们刚动静置 整个迷雾世界 就开始猛烈地动荡起来 并且凭空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空间裂缝 和空间漩涡 韩元凯瞬间反应过来 立刻说道 不好 大家停手 几位阴阳镜修士 也都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他们赶紧停手 当他们停止攻击后 迷雾世界 果然就再次恢复了平静 那些空间漩涡 和空间裂缝 也渐渐消失了 韩元凯说道 看来这个静置 和迷雾世界的空间 绑定在一起的 只要我们攻击这个静置 迷雾世界 就有可能崩塌 倒不是他们没有 实力破坏这个静置 而是这个世界 太过于脆弱了 再加上静置 和迷雾世界 绑定在一起 迷雾世界 承受不起他们几个 阴阳镜的强者 同时出手 若是他们执意 要摧毁这个静置 到时候 整个迷雾世界的空间 恐怕都要坍缩 他们所有人 都会被卷入空间乱流 吉红文此时 释放出灵力 感知了一下面前的静置 随后说道 就算我们不主动 摧毁这个静置 这个静置 也要不了多久 便会消失 就再等等吧 江红叶叹了口气说道 如今也只好这样了 本来他们还以为 马上就能够 进入天成世界 结果到头来 还是只有天人静的修饰 才能够进去 韩元凯这时候说道 也好 让我们三大势力的弟子 提前探知清楚 天成世界的情况 等静置消失的那一天 便是我们三大势力 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 三大势力的长老们 无奈叹气 现在也只好这样了 继续等吧 看着静置的情况 不出一个月 这个静置就会自己消失 对于他们这些 修饰来说 一个月的时间 还是能够等得起的 半天后 民先宗弟子高明辉 带着弟子 来到了黑龙城外面 他们再来黑龙城的路上 就已经向这个世界的人 打听了一些 关于大夏王朝的事情 虽然路程早就让大夏的老百姓 撤离元黑龙国所在的区域 不过 依旧有大部分的老百姓 不愿意离开 当然 那些不愿意离开的 都不是黑龙国原本的国民 他们都是后面 牵到黑龙国的人 那些人之所以选择留下来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们并不看好大夏王朝 在他们看来 大夏王朝必败 所以 他们留下来 是为了给迷雾世界的那些入侵者 当代路党 此时的高明辉站在黑龙城外 静静地看着不远处的黑龙城 这时候 一个弟子说道 高师兄 天成世界顶多只有一些 核道七的修士 我们没必要害怕吧 通过天成世界那些带路党的消息 他们已经基本了解了 天成世界的情况 天成世界的大夏皇帝 似乎有些实力 之前迷雾世界的各大势力派的人 都被大夏王朝给灭了 并且 大夏皇帝 似乎还有一艘非洲 当高明辉在听说一个 世俗王朝有非洲的时候 确实也被震惊到了 有非洲就证明 他们有不少的灵食 虽然明仙宗的弟子们 也被这消息给震惊了一下 但是 他们依旧没有把大夏王朝放在心上 在他们看来 既然大夏王朝灭了他们一开始 派来天成世界的核道七弟子 那他们 就应该给那些核道七的弟子报仇 直接前往大夏京城 将那个大夏皇帝给杀了 当然 这只是大部分明仙宗弟子的想法 也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次明仙宗带队 进入天成世界的首席弟子高明辉 就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劲 他总感觉 大夏王朝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若是一般的士族王朝 听说了 有先门弟子要来 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不是立刻派人交涉 释放友好的信息吗 大夏王朝不仅没有这么做 反而将迷雾世界各大势力派进来的弟子 都给杀光了